落不起手遇到Q40這題目應該怎麼想呢? 我們其實原型每個 reason 都很獨特 每一個給你的特性 都能夠反映出一兩個 reason only 就不會說很中央亂勞 即是怎樣呢? 現在有一條 tangent 有條切線 有一個叫ob tangent 然後他就給了這隻 55 到 其實用你的交錯光源援周角 Angle in Autonic Segment 你不要理左邊 只是看右邊 這隻角 就等於他下面的這隻角 我們叫Angle in Autonic Segment 你就慢慢一路推展下去 他還有給到ob 9 如果和我讀得熟一點 tangent的話 這裡有兩條 tangent 包括oa和ob 這兩條其實都是9 我們推展了兩個特色 然後還有dbc是23度 其實已經全世界 所有東西都給你了 這個23這個55 左邊 直線上的輪郭 經歷過有些力量的 計算機 拿它來擋子彈 這就是102圖 這102圖 這102圖 好了 其實b docc這個circumcircle就是外面的圓形 b docc裡面的sine law 它等於的constant 就是2r 如果你有記得我講的書的話 其實sine law的constant a除 side a的constant 是等於2r 即是圓形的直徑 但是很可惜 我出的時候 我當然知道你有這條條 所以我三條邊都沒有給你 我只給你ob 9 你就用ob 9 你不就幫我推你回 如果ob 9 怎樣推到旁邊這三條邊 其中一條 你推到其中一條 都對 但是如果你 推不到的話 那就用回原心 那如果整隻ob d是102圖 但是我們說什麼 我們所謂那個 圓形 的半徑垂直切線 所以其實呢 中間就有90圖 102選90 那這就是12圖 12圖 或者其實就是12加23加55 都要等於90 逼著你用這一個 那你用這個的時候呢 又可以怎樣 計算到整個題目呢 因為我給了這條狗 你這樣聯過去幫忙 這條呢 我叫做gb 就是半徑 對啦 gb是半徑 然後呢 og就是斜邊 然後底邊ob就是狗 沒錯 那你有沒有再推多隻角 這隻角 有沒有可以推到給我呢 憑著現場的 所有資料 有沒有可能推到這隻角呢 對了 就是差了一隻 AOB而已 但是AOB你有的 這裡是平衡線來的嘛 剛剛說過 obd是102 那 AOB呢 就會是180 減回102 因為是同旁內閣來的嘛 Inferior Angle 對啦 180 減回102 所以平衡線條件 就不是亂給你的 因為你剛才都沒有用平衡線的特性 就用了它給這兩條邊 你用完這個特性就行了 所以我經常問幾何的題目 有什麼 法則去做呢 就是 它每個字都有重點 有意思 不會給你多資料 你想不到一定是有些資料未用的 這個78來的 AOB 由於次線特性 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對啦 次線特性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所以將角度除二 39到 對啦 我們再做回 Tang39等於R除9 就可以了 所以 Tang39 剩下9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半徑 就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按照VSEN去做的 沒有特別刁難的啦 如果你要留意 15161718 Section B的圓形有時候真的挺刁難的 硬加一個零形也有 硬加一個 In Center也有 所以 其實這個不難的 還有30天